comic libran hello大家好我是ате師股 今天又要帶來牛魔的實戰bert 這牛魔也是很少運 也沒有運行大雨 我們來玩玩一下 拿著一把巨虎 巨大的斧頭 現在給他吵一吵 也很少玩這種這麼做漏盾的一型 感覺打的不怎麼刺激吧 像這種像那個李伐亞韓信那種 打的比較刺激和有很多能力 還有攻本之類的 傷害又高 牛魔法雖然看過已經很壯 但傷害不怎麼高 而且招數不怎麼發掃 不怎麼漂亮 韓信隨便跳一下 李白的大招 這個牛魔的大招就是一個大招 一個方框的帝王 一個長環條 距離倒是挺長 這地方加著打 他比白打了就沒多少血 李白那麼瘦 我這個這麼賺 被他打兩下也會去一半血 先下的危險 他好像打不過他 沒有劍塔的保護很危險 沒有劍塔的保護很危險 再給他鎖定出去掛 補血的都沒了 先把小兵清理一下 糟糕了被李白盯上了 找到剛才直接回去了 後悔不能回去了 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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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虎頭都丟掉了 好在我換 上面已經打了3 3個 3別人了 下路塔可能危險 準備去下路救塔吧 我還是走下路 我還是走下路 一個人在下路 發展好發展 這個牛魔打野又不好打 像公本啊 韓信這些事情 還有李白 他們去打野 發育 又會快 所以說打這個肉盾 純肉肉的事情 就是 不是那麼好玩一點 他就只能打一個小兵 就打得不是那麼刺激 沒那麼刺激 很多人打那個515對戰隊 有的人都是向他們選坦克 很多人都不喜歡選坦克 就是打得不刺激 坦克基本只是做一個漏洞 炮灰 衝到最前面被人挨打 血再多也進不住別人 幾種狂鴻 狂鴻 狂鴻 也很容易跨 這只是我自己想吧 我就是自己選 自己選 自己選的不喜歡 自己不喜歡肉盾 有的時候 就是人太多 那機子會那個一瞬間 會有點卡 還是只要一瞬間 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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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那麼多人的話 也不會那麼卡 這關 裏白會緊 結果我不換 這時候我翻那個 我翻的 敵人 疊 沒多少血 這關裏白應該是走在草叢 這時候他應該是看得見裏白的 他應該要往回撤了 他應該要往回撤了 這時候 這時候 我大招有點換歪了 現在換錯方向了 衝上去的時候 不然是想玩 這邊打 但是 再換位的時候來不及了 這關裏白就還敢殘殺我 應該是被我擊殺了 被我的塔擊殺 這時候 對方的VT 眼鏡雷射 這個很好用 被射了就剩一個血 這時候 牛魔王 敵人結局還怪我 我的大招 我都 對方的VT 我都 我都 要跟他做了 我的大招 沒看到 我 方向 錯了 你自己 這個打字不好打 手機上面一下子變滿強的 不就算是不定的 剛剛他本來就一半的血 他應該不要去打 sangre 才不能關卡我 我的大招剛剛就是第一次放歪 那有一半是怪我 他要說是傻逼的 啊 遊戲是遊戲嗎 好好的玩嗎 其实如果我有别人捏那么点血的话,我基本上就不去打李白的 李白很难踩,现在别人家说是烂死的 应该是说自己画烂吧 这个卡直接一敲,后来我就推了 我现在没什么本事就只有推塔 一打上路,上路应该是下路,下路的一塔我拆了,准备拆下路二塔 应该没人过来,没人过来我们准备拆 他们都在中路 先撤,这时候要撤了,因为打了这么久,肯定会有人过来 这时候看见这地图上就已经有两个了,一个鱼鸡盒吃荆轲 还要我跑得快,要不然刚才被他们抓住也很危险 哎呀荆轲荆轲没血了 这时候我给抢一个人头 我们一技能又放歪了,没想到天空还要往回打我 跳回来打我,就是最后对我一个大招 反抽抽死了 看下都他们都集合在中路 选择。抢一个鞋子 这样牛魔佐渡车走路就快点了,要不然走路 刚才走路那么慢很容易被人追 鞋子有了鞋子就快了 准备拆个高地塔,好像都被人干了我拆塔 啊,现在现在有人了,后遗来了,完车 我跟后鱼纠纏 这里换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你摸摸摸大招的距离比较远 看来应该是支援了铝布 现在我已经给这关 给我关 算是救了一下鱼 敌人杰了 敌人杰还不回去了 没多少血 还往前冲 我都已经叫你撤退了 还不撤 接下来 防防弓本被打印了 金颗又被我击杀 赶紧撤赶紧撤 没血了 这时候敌人杰又往上冲 他也没多少血被远距离 这远距离一技能 是远距离是好 我也没多少血 除了再往前冲 也是有危险 可恶 请求你和 准备去救支援上路卡清明里面 上路卡有危险 保不住 对方鱼鱼很溜 这些色饶多冷 应该要先把鱼鱼鱼去杀 我还准备再去拆上路的塔 直接把他们的塔拆光了 更好打 现在有个振兴之凯 后一又出来了 还想拍个塔 王爹就又挂了 他冲的太猛了可能 他都不知道撤了 就知道一位的进攻 打这游戏本来就应该多保密 不应该强心了 一个大刀就要让李白躲住 主宰被我翻地上 打个李白应该很快 别跑别跑 刷除一个李白 最长又来两个龙龙一射 这时候先支援一下我翻的那个 但是没办法 工本还是保不住 我已经技能用上了 但是支援不来的 啥一个压势 哎呀他就没支援到了 糟糕了 等下想救那个蓝灵王 还没救成自己也差点挂了 他被鱼鱼追的蛮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我翻的那个迪端杰也冲的太快了 如果这次迪端杰冲到前面 应该是阻挡了 阻挡了鱼鱼来追击我 哎呀 先加个盾牌吧 这个后裔 哎呀大招没打到 换歪的 后裔没多少血还不准 把这个地方那里白 如果我还要通管一个杀死 啊 这敌人也毛病 自己死这么多才怪人 全不理他 打字很麻煩 一打字他還很平 等到安全的時候 等到安全的時候 一個大招 這個大招比較遠 能這邊支援 支援比較不遠 又支援配回了打擊下亞瑟 這個魚雞 剛才被他擊殺了 魚雞跑得好快 強拆 魚雞又來了 又要差點被一臂打死 還沒測 換大招 這個是他自己不測的 但是敵人爺還不測 又來個那個星星 這下敵人爺他自己跑車跑太暖去 我可是沒辦法就打三個名在那裡 我怎麼有這個 第三也是壞 這個是個敵人爺自己有問題 剛才應該是要往回撤的 就我們兩個怎麼能挺得住人家 可以因此給亂จ聚會專門怪我 AIJ要糟糕了 我被兩個人抓住了 AIJ把他掛了 我的連殺技都要沒了 趕緊跑得了 我有一個大招 能一進啊 趕緊閃一下 還躲過了 A5方面的音隙又出上去 準備完 準備接踢一下 我没法了 才回去不用法 现在打个字 看要不要打什么 自己不看 不能那么多 现在对方直接转团面 不过这一半心理应该是可以直接推爆了 我都不用出上去了 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订阅 翻一台的点击 今天会有点个大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翻一台加入 然后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可以去跟上他 为了微信 跟他维持点数